日前有公车乘客将投手穿越公车中门旁栏杆刷卡 正好碰上车门开启惨遭夹伤 为了杜绝类似事件在发生 台北市公运处针对3000辆滴地板车型事办 在中门两侧加装隔板进行改善 防止乘客伸手时不小心被车门夹到 因为我们去分析到以往的一个案例 那不只是刷卡机的这一面 那我们另外就是中门的前方的那一面隔板 也有发生过民众招假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就是有跟业者沟通过 所以我们是中门的前跟后 就是两面隔板都会做一个设置 之前我们那个关门夹伤乘客的部分的话 罪人重是因为有遭到拖刑 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下半身遭碾压 那有骨折就是脚断的一个情形 那我是开门的部分 就是穿越中门隔板上方的这个部分 最严重的也有到骨折就是因为他手刚好被夹住 然后因为门在开的过程中把它做一个就是压紧 那造成他的手腕骨折那这个是都是有实际发生的一个案例 公车他在那个开关车门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旋转的一个半径 那因为我们之前八月份发生过就是民众他把头跟手 就是穿越我们的那个中门的一个护栏 那就是造成他在刷卡 那可能他在看他的那个就是鱼饵的时候 那车门开启刚好就把他的头跟手就是夹在中门隔板 还有那个刷卡机之间 那造成他有一个受伤红肿的一个情形 目前的公车都已设有禁止站立区警示图 车门也有房夹自动回弹装置 但台北市平均每月乘客遭车门夹伤的案件仍有五件 判载降低数字也会持续要求公车业者维护设备 与再三确认车内影像 确定无人在开关车门 让乘客都能安心上下车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